完全沒有疲憊感 困牛蒙嫩 像這種嫩嫩的 現在我沒穿褲子 好玩喔 住在遠方親戚家 居然下雨了 頭疼倉的下一頓 但是你要說美味 各位 我真的很推薦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城市 遭遇症的話 來深山裡面住個幾天 可以治癒好我們的 身心靈 像我昨天晚上是第一次 真的是一覺到天亮 沒有做任何的夢 然後很自然 早上大概五六點 就被攻擊聲叫醒 很舒服耶 完全沒有疲憊感 然後 然後早上起來就看著這一片 綠油油的美景 吃一份吃一頓健康的早餐 這是我的早餐 有一大盤的水果 然後這個 好棒喔早上就可以吃到 困牛蒙嫩 然後呢 這個呢 應該是粥 好豐盛喔 住在這裡的時候 所以我覺得我在想 生活到底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每天 吃得好睡得飽 與大自然同在 欸對了 忘記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件外套呢 是我在清賣的手工市集賣的 我超級喜歡的 整件外套都是手工市集的 五顏六色的超好看的吧 超級喜歡的 配合今天的天氣涼涼的 二十幾度 穿它是剛剛好 好幸福喔 好舒服 我看到前方有一隻攻擊 現在我要離開我的民宿去村莊附近 有一條小溪 我們要往前走 從這個小巷子裡面走到底 就會有小河 這邊 這邊走下去 這裡有一間小商店 在這個深山裡面居然還有這種小小的飾品店 剛剛老闆娘說我適合這個淺綠色 它是一個涼涼的石頭 戴上去就涼涼的感覺 我要折下去了 走 有沒有聽到吸水的聲音 我們快要到了 溪水庫這邊還有另外一間民宿耶 溪水好冰喔 這水真的超級舒服耶 所以也是要小心走耶 我剛剛看到有一個泰國人別道 溪溪水了 我要回我的民宿去吃午餐 耶 遠遠的看一下我們的民宿 好漂亮喔 最高的地方 風景特別好 一回來我們的午餐也已經準備好了 今天午餐吃泰北的菜色叫做南牛 這一碗 還熱熱的 然後配米線 那跟大家講一下 這一趟我過來的時候 是在 泰國的雨季的時候過來 所以會稍微下一點雨 但好處就是遊客比較少 因為遊客大多會集中在 涼季的時候過來 清邁的山上 感受一下寒冷的感覺 但我自己是還蠻喜歡 一般避開人潮在雨季的時候過來這裡 就會感覺到更清邀 這就取決於你們到底想要什麼時候過來 現在民宿主人要帶我們去查一查 你看我把蛋 好 走 走 阿你補耶你先買 對 這是民宿主人他們家自己種的茶 沒有一筆啦 沒有一筆啦 沒有 這個已經一百年了 這是民宿主人 可以買一筆 怎麼丟到後面 走 阿你嗎 來 下載 有丟進去吧 給大家看一下我採摘的成果 應該有栽對 有丟進去吧 嗯 把一些嫩的 像這種嫩嫩的 大片的葉子他都要不要 這種大片的就不要 要嫩嫩的像這種 我媽採茶失敗 她現在要滑下去了 對 你穿錯鞋子了啦 你不是應該穿拖鞋下去了 我好像採錯了耶 這個太大顆了 採錯了 厲害 阿你那邊採阿萊 阿萊 Green Tea Green Tea 泰文叫潘阿萊 我不知道中文是什麼 我不敢相信這些茶已經有一百年了 我在這邊採茶有沒有看到後面的山崖美景 採完茶已經有點下雨了 我要下雨了 現在民宿的主人要帶我去 買新鮮的山裡面的野蜂蜜 我們要坐摩托車一起去 Let's go 要去了 這是什麼 在這兒 我們就要買森蜜的地販 對 大兒 raising 咱們鴨蜜 像那一個 這是吧 你問那種子做的嗎 能不能让他们包低 剩一些色的橙色 丝麻醂用为褥松的橙色 丝牙会 Go veure 丝麻者的柠檬 大头是你 可能让我入咖窖 这里就是一个很在地的买法 今天晚上吃乌鸡汤 哇好棒啊 先用猪油涮一涮对不对 先把这个 要先把菜放在旁边的水里面 对 然后肉片就要放在上面烤 香不香 超香的 这个摩卡塔超香的 我边烤口水就流下来了 三声豆芽 四声豆芽 五声豆芽 啊没了 传说是七声对不对 人家传说豆芽 叫爆到几声的话 就会动大乐透 还是会幸运的意思 今天晚上可以吃超饱 哇 啊 你要好好吃要不要吃 你可以吃好肉 你可以把它夹面包 这个份额也太美了吧 我刚刚吃摩卡塔吃到一半 非常幸运的 被蜜蜂遮到我大腿 你看现在我现在没穿裤子 然后冰服 超幸运的 我一定会赚大钱 中大乐透 OK OK 每个试的 没问题 继续吃 还是很好吃 还是要继续吃 第一次被蜜蜂叮 成就解锁 好了 有点痛 我要敷一下 好 现在要来炒茶了 今天还有蜂蜀 不要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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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坐在他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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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很香草的味道 嗯 他说有时候这样子 烤茶大概要一个小时 如果火候大一点的话 可能就可以快一点 第一次做很好玩的 这个茶越炒越干 你看 刚刚本来是很大一坨了 现在 越说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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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吗 好玩啊 我现在想要来吃一条番薯 好可爱喔 这小番薯 还没熟 还没熟 里面还是硬的 还没熟 嗯 浓 Archive obot 上面都是浓 out 昨天晚上在下雨 所以早上起来都要有夜 今天早上看到了一只死亡的蜜蜂 跟昨天晚上叮我的蜜蜂 是同一家的 早安 我要去吃饭了 前面就是民宿老闆的家 这个植物正好漂亮 这是最后一天的早餐 后面好像还有粥 今天早餐的风景好漂亮喔有雾 早上喝一杯咖啡配这个风景 我真的很享受 今天是我在这民宿的最后一天 这间民宿呢让我感觉就像是住在远房亲戚家 非常的轻松水溢又自在 吃得好睡得好 然后又有这个无敌的美景 我这趟来呢是六月底算是凉季 晚上会下一点雨然后早上就会起雾 建议大家可以穿长裤啊 或带一个外套还有防蚊衣过来 那等等呢民宿聊半两个就要带我从 从这里到青刀车站 然后等到我到青刀车站又要再转车到青麦市区 然后晚上我要搭夜吧回到曼谷 所以趁现在赶快再欣赏一下这无敌的美景 刚好公鸡叫 我们刚从这边走下来 要上我们的皮卡车了 前面这边 OK 要离开啦要离开了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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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 开车 好漂亮啊今天的云雾 前面就是我们要坐车的地方 OK我们要回到青麦了 去青麥 趕快來買票了 蛤? 白夢的囉 OK 都沒有別人的心 就只有我們心的心 OK 沒有冷氣的 因為它沒有很多 還好又OK 還是可以接受嗎 很好玩這樣 對啊 這邊都是電風車這一款 這一款就是電風車 哇這個山路也太彎了吧 這個人平衡感好好 後來就卡在中間 收票員 居然下雨了 喔 到青麥市了呀 我現在在等我的青麥 到曼谷的夜巴 這一次回曼谷的是搭 Gold Class 就是頭等艙的下一等 所以等一下看一下 車子感覺怎麼樣 這裡呢都很禮遇生人 這邊也有一個生人專用區 下面還特別鋪了紅毯 八點也十分曼谷 OK 好看 我們回程坐的是二等艙 所以車子就會比較舊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還OK啦 還是可以 座位還是蠻大的 坐二等艙的話 會有漂亮的小姐喔 車長小姐喔 好看 有水 好多東西可以吃耶 好開心喔 各位我真的很好收買 這個二等艙 有漂亮小姐還有餅乾 又有飲料 這是我的車上附贈的晚餐 它這個飯好不好吃 有熱的 但是你要說美味它是砍不上 但是它有給你吃已經很不錯了 你要求什麼 好的 那這趟青脈旅行的就快斷路了 之後我們就曼谷見 拜拜 晚安 睡覺 睡回曼谷 拜拜